今天详细说一下给鱼缸换水 咱们是用这个换水器来把水抽出来 准备一个盆 换水器只需要快速捏几下这个气囊 就可以把水吸出来了 只要保证你的这个盆要低于鱼缸就可以了 这个鱼缸已经开缸半个多月了 消化细菌基本上已经养成了 水看着特别的清澈 并且没有一点味道 鱼的状态也是相当的好 这个就跟咱们定期换水有着很大的关系了 咱们每三天换三分之一的水 等过了一个月水更加稳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适当延长换水的次数了 换水我们一定要用量三天的水 如果没来得及量或者不够三天 可以加这个水质稳定剂 它可以起到一个快速困水的作用 加水的时候我们铺个塑料 尽量不要直接往里倒 否则小鱼会容易感冒 加完水我们依然要放这个消化细菌 保证水质 好了换水完毕 很简单方便 对了我视频中用到的东西 我都加入了我的橱窗 需要的话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在我的橱窗中购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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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